我是浴池沛玉 你知道要怎麼動得健康 動得恰到好處嗎 健康50陪你一起健康做運動 你知道在歐美國家 有一種用動物來幫助人的治療方式嗎 治療師可以利用貓、狗、甚至是馬來幫助患者 在台灣也有治療師努力推動這種有別於 傳統復健方式的動物輔助治療喔 今天的節目就要來為大家介紹如何利用馬匹來進行復健治療 歡迎物理治療師汪子萱老師好 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 老師請問一下什麼叫做這個馬術治療啊 它主要的作用是什麼呢 馬術治療顧名思義其實就是利用馬匹所進行的一種治療方式 那馬術治療在台灣發展其實也已經20多年的時間了 那像在我服務的台灣馬術治療中心 其實我們每個禮拜都服務將近100位的個案 那簡單來說馬術治療其實它是利用馬匹在行徑的過程中 馬匹的背部所產生的前後左右跟旋轉的一些動作 來誘發上面的個案它的一些感覺神經系統 動作神經系統還有動作神經系統做出一些適當的反應 然後來達到我們治療師為個案所設定的功能性的目標 這是馬術治療 所以其實馬術治療在台灣有發展一段時間了 所以我們想知道一下這個馬術治療啊 它跟一般的起碼有什麼不同 那這個課程的進行方式又是怎麼樣呢? 馬術治療啊其實跟一般起碼最大的不同在於我們使用的裝備 那我們在進行馬術治療的時候 我們會使用一個把手跟一個厚汗墊來讓孩子騎乘在上面 那另外呢在進行馬術治療的時候 我們的前面會有一位靈馬員負責靈馬 孩子的兩邊左右各有一位陪手員來保護孩子的安全 那如果是針對一些肢體協調比較不好的孩子的話 我們可以使用一些輔具來幫助孩子維持他們的坐姿平衡 那使用這些裝備的好處在於說 孩子可以更容易感覺到馬術在行走的時候 背部所產生出來的動作 那也給孩子更多的活動空間 孩子在馬背上面可以看 可以由治療師來幫他們選擇不同的騎乘知識 甚至治療師也可能帶他們進行一些簡單的馬背提操活動 比如說跪或者是站在馬背上 來訓練他們的平衡感 所以聽起來旁邊是有治療師跟訓練師陪伴的 所以聽起來是蠻簡單的對不對 應該說是蠻安全的 對對對 那這個馬術治療的好處主要在哪裡呢 馬術治療針對肢體障礙者主要 它可以改變肢體障礙者他們的肌肉臟力 那另外呢 他在進行的過程中也可以訓練 患者他們的核心肌肉的力量 還有他們的平衡感 然後來改善他們的姿勢 那最主要的一點就是說 馬屁在進行在運動的過程中 他所產生的一些骨盆的動作 會跟人類在行走的時候的動作是很接近的 因此呢上面的孩子可以感受到他的骨盆是如何被正確的擺動出來 然後可以幫助孩子學習行走的動作 那針對自閉症的孩子而言的話 馬術治療其實可以帶給他們適當的感覺刺激 然後也可以誘發他們跟外界溝通互動的一些動機 所以說這樣子都會對孩子有一些幫助 對於我來說我個人覺得馬術治療最好的一個優點是 其實它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 那孩子騎在馬背上會覺得有趣而不是在上復健的課程 那騎在高大的馬屁上也可以幫助他們培養他們的自信心 孩子有的騎久了以後他們會變成是像是接受治療性騎乘的學員 嗯沒錯這樣聽起來其實好像原本不會騎馬的人 其實也可以接受這樣子的治療對不對 而且還可以引起這個孩子的興趣對不對 那用什麼叫做這個治療性騎乘呢 治療性騎乘呢其實它跟馬術治療一樣 它都是馬屁輔助活動的一環 那只是說治療性騎乘主要是由治療性騎乘教練所執行的 那它主要的目標是在教導學員如何去騎馬 如何去駕馭馬屁 那一直它使用的裝備就會不太一樣 它會使用一般騎馬常見的江神跟馬鞍 那在學習騎馬的過程中 孩子會學習如何去控制馬屁 然後發展一些問題解決能力 那這樣子的治療性騎乘方式 其實很適合有比如說像是情緒障礙的孩子 或者是學習障礙的孩子或者是智能障礙的孩子 他們都很適合進行這樣子治療性騎乘的一個課程 那有的孩子騎久了以後甚至稱為可以代表台灣出國比賽的選手呢 聽起來真的很棒喔 所以在這個治療師的陪伴之下 馬術治療可以訓練我們的平衡 虛幹的力量還有手部抓握的能力 甚至在跟馬匹互動的這個過程當中 也可以增加孩子的溝通能力還有動機 以及與外界這個互動的能力會更好對不對 對 今天非常謝謝老師來到節目當中 健康五時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